Hello 欢迎收看口袋证券盘前苏懒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重大讯息 高盛将在周四消费者误诈指数公布之前 在美国投资级债券市场筹集新债 有消息指出将分成两个部分出售27.5亿美元的债券 并在汇域下调平等候进行一系列的出售 使固定利率至浮动利率档次的收益率比国债高除约1.03个百分点 在收益率触及近2%后 高盛和摩根市单利都推荐30年起债券 但是市场并没有采纳 长期国债再次下跌 推动30年起国债收益率上涨5个基点至4.25% 看到美股四大指数与台股ADR昨日表现 焦点个股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市值增加最多与市值减少最多的公司 以及近期重要财经新闻与全球重要经济数据 看到台股部分 明天是8月第二周选择全结算 加全昨日无量上涨 今日有量下跌 再次跌破周线 但守住季线位置 要多加留意结算后是否波动放大 贵满也是出现下跌有量的走势 对于之前都是上涨有量 下跌无量的惯性改变 并且指数也跌破了周线 可观察到月线扣底值在高档 将持续下弯 puts car ratio为94.5% 选择全位平仓16850puts增加4546口 但最大位平仓为16700puts 值得留意16700puts是减少口数 而17050扣增加6211口 与17000扣增加6206口差不多 扣的部分可看到与昨天相比大量增加 恐慌指数近期行情下跌也开始上涨 可以看到从5月之后恐慌指数相对盘整 后续投资人要多加留意行情波动放大 个股出现下跌有量上涨无量时 也是关心开始改变的时候哦 那我们明天见拜拜